好了,最後一套了,我們帶著輕鬆的心情去玩這個生存遊戲 其實以前已經做過很多一套了 曾經我們大家有聽過 《生存戰略》《水晶公主》 有很多一套,其實之前有講過幾套,槍械部呢 講過《Bot Day》那些 類似那些,用《Bot Day》那些 其實看上去就以彈多個讚的 但這套不同,第一集之後我覺得是很棒的 當然,因為遲些人知道是誰 導演是太庭雅宴,其實監督太庭雅宴 那怎樣呢?太庭雅宴大家都知道 《YULI》啊,之前的《Love Lab》我們都很贊 其實這次還是一個,為什麼我會覺得 這麼像《Love Lab》那一套? 因為連副監督也是同樣做《YULI》和《Love Lab》 即是拍檔來的 構成也是幾個女生一個部活 其實也是同樣的東西 你也覺得是,你也看到《溝石》和《Bot Day》差不多 都是四五個女生組成一個部 那位女主角,陶香 被人發現了一個射擊優術性靈之後 然後被《生存遊戲社》夾了她的故事 是的,她是轉校生來的 被《生存遊戲社》的額頭,馮美王 看了中 結果以一些較為古靈精怪的劇情去騙了她入部 好像《Love Lab》也是這樣,無緣無故看到你幾個女生 然後騙了你去學生會也是這樣 是的,其實都是跟《Love Lab》差不多 因為是五個人 主族也是五個人 然後會長是有點癲癲的 這個我們也叫做正常人 其他人也是不正常的 是的,例如《春日夜麗》 就是一個會長的崇拜者 其實校內也有很多會長崇拜者 結果因此其中一段曾經播放說 對《圖鄉》的轉校生感覺非常憎恨 突然搞到她的衣服、袋子裡的東西 被扔到街上 那些常見的校園欺凌 這個時候出了這個偉大的《圖鄉》有多厲害 被人欺凌?有什麼事? 我就欺回去就行了,大哥 哇,人才才是一個 嘩,啞啞啞啞就十倍奉還 你看到後面她說 見到同伴被人打死的屍體 都不理照樣踩過去 這個人是S來的 其實都很像《Love Lab》的女主角 其實你不要說那種感覺都很像 《Love Lab》是誰? 你當傻的副會長還是? 那當然是副會長 你見到總之都是幾個女生 而這女生是性格各具鮮明 而主角這位好像正常人 亦有不同正常的臉 你表現到才想要有她的特色、特點 你知道她們的樣子名字 比沒有玻璃好 對,玻璃是會亂的 你絕對知道玻璃的人的樣子和名字 只要你看一下不明白 就看回第一集 頭那幾十秒她的名字 就可以了 那不會這樣做 但這套是一眼就認得出的 主角的頭髮、色調那些 一定會有的 很明顯她們用的槍是不同的 她說明說OP或洞 或入面槍也好 每人之槍是不同的 你明顯拿著一看就知道有什麼人 每人有不同的武器 有駕鑫、有必殺技 對她們的名字 而且她玩Gag 不是很瘋 她瘋起來不是很特額的 例如她說去買槍那一集 任何一個老闆 大家記得是雲斗鑼 大家記得 反而有的 因為在裡面的武器 那些武器 那些武器 那些錢 麻煩你把錢購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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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 那是那些來的 其實是生氣回憶 而不能作得特額 也挺搞笑的 而大家對答是玩得挺瘋 亦都不過分 其實都秉承了LuvLab 當然 如果和LuvLab比較 我覺得LuvLab比較高手 因為 Love Lab 沒什麼特定的主題去玩 就是學生會 這是有一個生存遊戲可以讓他做 所以比較容易上手 但 Love Lab 容易接受和好笑 有一個問題 Love Lab 你有一個學生會 學生會可以畫畫 學生會也可以 找補習都可以 但你現在的生存器 主題是要槍斤的話 那你有一個問題 每集都會開槍嗎 是不是 你沒有那麼容易待入 然後笑出來 你不會了解到他那種不正常 然後用來笑 他都知道有問題 所以槍斤是一個妄想的槍斤 為何會出血會爆炸 因為他是妄想的 畫面這個不反映實際的 他還挺向宇森的致敬 起初雙槍的握法 其實跟這些疊血雙紅是很相似的 慢鏡頭 側身滾滾 握著沒有白鴿 有時候就在槍斤 被人告 對 所以其實挺有趣的 但我當然覺得 為何這麼高手和好笑 例如我所說的 就是利用了學生會 可以多一些題材 或者接近一些 我覺得可以看下去 當然你也不要過分期待 不要看少 這班傢伙在監督的世上 奇奇都黑馬來的 那其實就不黑馬了 因為我看中了他們 是啊 所以如果Glass Leap 找他做就好了 不用煩太多事情 又是 他們不是PA那邊的人 不行的 所以故事 我還要說回原本漫畫的故事 漫畫的故事 雖然流程是差不多 但是連接位 真的有太田 連接位是特別精神的 都說了 高手改四格和低手改四格 是兩件事 是啊 所以大家真的 這套東西又是值得期待 所以我覺得 他又是跟漫畫有距離 所以不要這樣看漫畫 去墮入這套東西 是真的看到這套東西 你會覺得 跟漫畫真的有很大的距離感 真是進步 好了 今天就到這裏了 下星期繼續說 剩下的新花 好 拜拜 拜拜